嗨 大家晚安 我是五姐 今天也要繼續來實況蠟筆小新 我與博士的暑假無法結束的七日之旅 今天我們又要從第二輪開始玩 有人加入嗎?沒有 明明還有幾個人還沒進來一起跳 我想等他們都進來可能就接近要破關喔 每個都打三次 氣喘 呼吸 合理 回落 回落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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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來 いただきます 這個 いただきます 好 各位 恭喜你 恭喜你 看起來很可怕的 超級有夠強 要怎麼辦才好呢 那個是現在城裡最大的課題 有沒有巨大化來跟恐龍戰鬥的機器人呢 如果她看起來不可怕的話 梅子姐姐可能也會很開心 對啊 說不定梅子會很開心 因為會變成一個很有趣的報導 大家都已經各就各位好了 就算博士回來也不能打擾到她 這邊呢 我們要來替博士守護嗎 是要替博士守護嗎 要守什麼 原來是要幫小新把風是不是 小新要做什麼呢 要偷偷的用這個 小新要召喚什麼 該不會是鋼達姆機器人吧 真的欸 她說出來吧 鋼達姆機器人 可是磁光機 跟鋼達姆機器人有什麼關鍵 要飛到時間機器 全都是一瞬的發生 是嗎 怎麼可能 磁光機 可以交恐龍又不能召喚機器人 欸欸欸欸 那裡是鋼達姆機器人 還真的召喚出來了欸 可是看起來就打不贏啊 怎麼辦 不是 巨大化的鋼達姆機器人的玩具 巨大化的鋼達姆機器人的玩具 鋼達姆機器人 是玩具而已啊 加油 加油啊 加油啊 好嗎 喔喔 欸欸 欸欸 蛤 蛤 做的好呢 等一下 他還是只是沖氣的喔 欸 看不到欸 啊 這下呢 這傢伙應該也會變乖了一點吧 真的嗎?確定嗎? 好 那我們大家解散吧 把他放在這裡嗎? 阿蘇無恵大!火! 火!火! 欸 那寶就哪了 你們就這樣氣他於不顧嗎 阿呆馬上回去他那邊釣魚 回他的位置上釣魚了 我要先澆水 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好 再來呢 我想要去 上次來不及去的地方 就是橋的那邊 那邊應該也有新的地區可以進去了 我們來過去看一下吧 包括這裡的魚應該也都是新的了吧 我剛釣到的是爛掉的巧克筆嗎 那是釣到垃圾是不是 真的欸 巧克筆這個也算是圖鑑嗎 我沒釣到的其實還蠻多的欸 這邊過去會是什麼呢 喔 感覺有好大隻的魚喔這個 這可以釣嗎? 有一個好大隻的魚影喔 大隻的大隻的來 這個木頭可以通往哪邊嗎 我釣到了 大隻的 這什麼魚呢 鯉魚 這邊不能過去 有點可惜欸 我以為這個可以踩過去了 是說的確是很危險 痛到這邊來了 這邊有來過吧 這邊上去是不是大爛車的地方啊 真的欸 原來又只是接回了原本的地方 剁了一條通路喔 喔 火車來了 在這邊釣魚還可以看到火車經過 那如果火車來的時候 我站在鐵軌上會怎樣呢 好好奇喔 這邊就到牛這裡來了 這些桶子該不會是裝牛奶的吧 應該不是吧 喔 是飼料桶 哇 這邊可以直接採水到這裡來欸 可惜沒辦法踩在水上面釣魚 現在仔細看這裡 有點危險欸 你們看這邊水淺淺了 可是再往下面 是一個非常大的落差欸 這不小心摔下去就 完蛋了 我繞一圈回來了 是不是 我根本是路痴啊 完全沒有記錄欸 不過我覺得 有時候真的去 不認識的地方會這樣子 你以為走了一條新的路 然後一直往前走 最後發現 我怎麼回到原來的地方 哈哈哈哈 啊 火車來了 我們在這邊看一下 很像小煙會做的事情 有人下車嗎 沒有人上車也沒有人下車 這很不科學喔 我們在這邊可以聽到有人在做料理的聲音 有沒有有沒有 鍋子啊 有人在切菜啊 有人在炒東西 可是呢 可是呢 老闆站在外面喔 裡面沒有人 到底是誰 我們現在在上去可以看到什麼東西嗎 調查 喔 可以從這邊直接呼叫他是不是 那 那 麻煩載我回到食堂前吧 麻煩載我回到食堂前吧 拉拉康站在那裡是不是在想事情啊 這邊可以偷看他嗎 誰在偷看啊 誰在偷看啊 不可以喔 誰在偷看啊 不可以喔 誰在偷看啊 不可以喔 拉拉康呢 什麼東西都可以馬上把他用壞喔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好可怕喔 拉拉康姐姐說拉拉康很可怕的意思嗎 就是啊 我們家食堂有洗食器的機器喔 如果是我用的話呢 百分之百會壞掉 是你運氣很不好的意思嗎 不是不是 是我很會用壞東西喔 可以從那邊感覺到拉拉康有多偉大吧 雖然我完全不懂是怎麼一回事喔 我們先來寫個日記 來去投稿一下吧 我們今天早上用鋼達姆機器人把恐龍打飛了 耶 喔 我們把空盒子還有高跟鞋釣起來之後 河川變乾淨了 哇 太好囉 這樣算是大新聞嗎 今天釣到很多魚跟蟲欸 這是什麼 欸 真的欸 這個不是洞生那個嗎 下雨天才能釣到啦 結果居然在這邊河裡就能釣到啦 拉拉康害怕的是自己 哈哈 這也可以算新聞嘛 不管了 我們來投稿吧 我要先吃個餅乾不然我會暈倒 那是嗎 那是新的 然後也就是 今天也被記者認命了 我都忘記我還沒被認命是記者就來投稿了 哈哈哈哈 喔 暈倒了 等一下 我還沒吃東西啦 唉唷 我想要進來再吃的 結果還沒投稿就暈倒了 你怎麼可以讓小孩子暈倒在你旁邊呢 真是的 啊 已經黃昏了 糟糕 我要趕快去報社 我要看我今天可以幫他們 新增幾個訂閱者 喔 真的嗎 謝謝 哇 好多三星喔 喔喔喔喔 好多 欸 人那麼多 有加多少訂閱者呢 哇 直接加563個 太厲害了 這樣是不是新聞社變四星了 一下梅子 我們來問一下梅子 是不是已經變四星啦 呃 欸 2100我已經3600了 哇 prima7 哇 已經變四星啦 真 KNOW 甚را 新新聞社會變大了 新新聞的名字是 販賣數增加了所以賠償金額 祝福 那我們接下來的目標呢 所以只要4000就可以五星了嗎 那快了欸 那我覺得五星應該就可以跟梅子約會了吧 你看這個牆上大概也只能再掛一顆星了 那我們再努力加油吧 這個禮拜應該就有辦法了吧 這樣跟梅子約會完 博士該不會是想說小仙還沒約會 所以幫他時間回溯 是這樣子嗎 那你們從這個試點就可以看得出來 食堂的二樓跟報社的二樓中間那個橋 是連著的 所以一定是那個門打開的話就是卡普他回家跟上班的地方吧 直接走二樓 欸 居然會是他來接我 今天吃咖哩耶 喔 我們公司呢 因為小新記者的活躍 哇 大幅度的增加了發行步數喔 立功的咧 小新 恭喜啦 小新 喔 因為增加了發行的步數呢 新聞的名字 報紙的名字也換了新名字囉 啊 是喔 世界新聞 從地方新聞變世界新聞了 可是報的內容還是地方的 哈哈哈 名字換了而已啊 喔 這是 以幼稚園來做的新聞來說 我們報紙是全日本最大的 也就只有你們在請同工嘛 真是的 啊 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啊 太好了 小心 夕陽好漂亮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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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聽到了 這是什麼 是日本以前的梗嗎 我大概是二十年沒聽到啦 呃 所以說 新之助的計劃是大成功了 但是新之助的場合 這是要救了吉高姐 或是要賠償金錢 或是要賠償金錢 啊 小欣原本叫機器人出來 是想要拯救梅子 然後讓梅子稱讚她 給她個巧克筆之類的 喔 嘿 要不要放在外面喔 快 走 我突然發現有一點不合理耶 早上的時候小欣不是才說 欸 如果梅子知道有暴龍的話應該會很開心吧 可是呢 實際上我們今天才第一次跟梅子見面對不對 就是被回溯之後啊 可是卡普卻一點也不以為然的 就說 欸對呀 如果是梅子的話他應該會很害怕恐龍 他卻完全不會覺得說 欸 小心為什麼你知道梅子這個人 喔 還有啊 點拉麵了 然後梅子又在 然後梅子又在 阻礙人家約會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梅子說他每次叫外送拉麵 悠悠口都 就衝過來 送完之後又 又馬上衝回去了 哈哈哈哈 好不可思議啊 被人家吐槽了 耶 把玩具巨大化跟恐龍戰鬥了嗎 欸 巨大化的不是玩具喔 如果是鑽石還是金塊的話 我現在就可以在便利商店買最貴的便當了 哈哈哈哈 太可惜了 這個想法很不錯 嗯 小心 如果在梅子跟我之間要選一個的話 你要選哪一個 當然是梅子啊 哈哈 三個選項全是梅子耶 欸 怎麼會這樣子呢 怎麼可能呢 哈哈 小心 三個選項都是梅子耶 他完全沒有把 人家超商的老闆娘放在眼裡 我們就來看剛才梅子說的 嗶嗶的過去又嗶嗶的回來 哈哈哈哈 善男一定想說我到底是為了什麼叫拉麵外送呢 哈哈哈哈 我好像很久沒有讓小新上廁所了 給他去拉一下吧 噔噔 嘩 這門打開了 我們去偷看一下吧 嘩 嘩 啊 這個就是 卡普的房間吧 嘩 這邊也都是在講 一些稀有的魚跟蟲要去哪邊拿 蛤 沒有其他東西嗎 啊 上鎖了 打不開 不然從這邊應該就可以去爆射了吧 喔 卡普住在這樣的地方啊 這樣梅子呢就可以從這邊直接 嗯 好方便喔 啊 我也想要有這樣的房間 小新應該不要把這個交給卡普吧 報紙上面寫說卡普的房間 有多一個門 嗯 可以讓員工自由的進出 自己爆料爆社的老闆這樣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來看 那我們下次再繼續來 把後面的結局給過完喔 啊 那啊 我們下次再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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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